不过想过耶诞节要当心咯 因为根据统计 每年12月是最常发生家庭大火的月份之一 起火原因当中呢 这个耶诞灯视不到 或者是耶诞树着火的比例非常的高 南加州电力业者就特别提供民众装置耶诞树 还有灯视的安全尝试 让家家户户都能够平安的过节 画面上浓浓的黑烟从大楼之间不断的串出 上个月刚刚在南海岸购物中心附近广场 立起的耶诞树被火神所吞噬 短短30分钟不到 96英尺高的耶诞树不但被烧光光 树上2万多颗灯视也复制一具 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焦黑树干 跟点灯仪式上 耶诞树闪亮耀眼真的差很大 这个活的就是圣诞树的时候 真的圣诞树的时候呢 应该是定期给这个活树浇水 以避免这个活树干枯变成火灾的隐患 那如果民众选择的是 这个塑料的圣诞树的话 那尽量是采用就是 购买这个有阻燃标志的圣诞树 从选择耶诞树材质 提醒民众要注意安全 每逢耶诞节家家户户摆出耶诞树 来增加气氛 闪亮好看的耶诞树 靠着耶诞灯视大放异彩 专家就建议 灯视要选择安全认证的 也不要有灯泡或者是电线磨损的情况发生 那翼长的物体呢 像家里的就是蜡烛啊 穿帘啊 或者地毯啊 还有一些就是热源 像是就是便携式的这个暖气炉 也要尽量离这个圣诞树 三英尺以上的距离 四类有椰弹树增涉 美国人还加码把户外点缀的一样 非常的椰弹 专家提醒户外装灯饰 不要用金属的梯子避免触电 要用木质或者是钢化玻璃 也要远离高压电线 欢乐平安的欢度椰弹夹节 就从装饰椰弹树开始做起 东人新闻英红文吴中国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